好,切換畫面 好,接下來呢,我們把 把這個跳線跳到左邊 等一下我們要輸出那個聲音 所以把跳線跳過來 跳過來之後呢 跳過來之後,等一下我們如果對D9 送那個音頻訊號的話 這個風靡器就會發出聲音 好,對,剛剛補充 剛剛那個如果 你要知道那個配色表 你就直接Google RGB RGB的配色表 然後這邊就會很多網站對不對 然後你要,它有的網站像它會有 這個是那個 16進位的 好,那我們去找這個有0到255的這個配色表 所以點進來看有沒有 RGB 255 250 250 R就是紅色 所以你紅色要給它255 G G是 G是綠色 Green Green綠色 那給它250 那Blue呢,藍色給它250 那看起來就會像這個顏色 當然那個沒有很準 因為 LED的特性它 其實你會發現 你不用到255它就幾乎全亮了 所以這個表只是給你參考用的 我們那個零件不是很精密的零件 不會那麼準 但是顏色也不會差的太離譜 所以你想要呈現什麼色 你就去調這個RGB的數字 這樣各位了解 好 那回到我們 回到我們剛剛用那個音源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使用的是 第九之角 第九之角 剛剛說這個是D9嘛 風鳴器是D9 那所以你要它單獨發出聲音的時候 你就要用D9 好 那D9呢 剛剛這個36569 裡面的這個9 我們把它改成音調 把它改成音調 其他兩個 你可以拿掉也可以不管它 好 那所以我們第九個要當作是 風鳴器的輸出 那它的輸出呢 就是在這一個積目 它有單獨一個積目 所以你這個就是寫9號 那頻率呢 這個頻率就是 它發出聲音的高低音 高低音 那如果你要查頻率的話 也是一樣 邱老師不再通通問Google 他是我的好兄弟 那你就查那個音頻 還高 聲音頻率 聲音頻率 音高啦 對不對 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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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知道多是要調多少數字 ray是要調多少數字 你維基百科點進去之後 他下面有一個表 你可以往下找 他這裡有一個表 這個聲音的頻率 聲音的單位是Hz 那他的那個 括號裡面就是這個數字 距於中央C 中央C是261.63 就這一個 所以這一個就是中央Do 就是你彈鋼琴的時候 那個正常的Do 然後這個D就是Re C-D-E-F-G-A-E 所以這個是Re 這個是Mi 那你低音的Do是這一個 低音Do 那高音Do是這一個 所以你只要知道這個數字就好 那你就可以調出那個音階 不過這邊因為這個比較準 這個到小數兩位 可是我們的Squitch不能到小數 這不能有小數 所以我們就直接給他整數的部分就好 那這個就是Do 那這個mini second 這個時間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500mini second就是0.5秒 可是它這個積木有點小瑕疵 因為如果你把它 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要發出3個0.5秒的Do 可是它會一次全部發完 所以你不要管這個時間了 那怎麼辦呢 你用真實的時間去做處理 你用真正的那個時間積木去做處理 這個它可能還要再改進 這樣就是0.5秒 如果你沒有這個等待的話 它會三個一起播完 那比如說我要Doremi 那我就去查一下 就是293 329 293 329 這樣就是Doremi 好 那當你按律旗的時候 有聽到嗎 Doremi 它就是從這個風靈器發出來的 那 所以 所以如果你今天另外買風靈器 你接在第10角這裡就寫10 這樣懂嗎 就是 它這個這片板子是做固定的 可是你可以另外接 所以 阿基諾的腳位很多對不對 它這很多隻腳 所以你可以控制很多的風靈器 來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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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